穿上學生分離向前滑 繞過紅色座標 往終點衝刺 過程超緊張 學校就是下水前 要先準備好護具 護具好才可以下水 這邊不但好玩 但重要的是為了安全 所以我們要穿上救生衣 然後要聽從教員的指示 去玩這個船 為了推廣學生清淨大海 及隨意的安全知識 金融市政府教育處 和海洋大學合作 在小體碼頭舉辦龍舟版競賽 暑假期間有一些水上的漢市 所以金融市特別強調 水域安全的重要性 所以今天的活動 在水域安全上面 有關救膩 五步 防膩 十招 的議題在金融市 是非常重視的 那我們也鼓勵孩子 要到安全的水域 來進行水上活動 尤其像今天 我們海洋大學的 我們的遊艇碼頭 也就是一個很安全的 一個水上環境的空間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 有趣的活動 然後以及水域安全的宣導 讓金融市的孩子在水域安全 每年都可以平平安安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是以海洋主體的 金融大學 今天能夠舉辦這個水域安全體驗 還有氣味競賽 還有大有專業的設備 跟良好的出資 我們很樂意跟教育處 奉仇體辦這樣的活動 讓大小朋友認識海洋 親近海洋 然後呢 我們利用海洋 他真正落實我們海洋城市的一個目標 小朋友玩得超開心 也學到如何保護自己 活動總共有32所學校 超過500位師生參加 同時岸上也設有攤位 透過生動講解 宣導救膩五步 防膩十招的水中自救 防膩知識 過這樣一個活動 然後再把這個救生的宣導 安全的宣導 導入在這一個活動當中 那另外我們也在岸上 也設置了這樣的一個 水域安全的宣導的部分 還有自救的宣導的部分 以及游泳池的清水體驗池的部分 讓小朋友們更接近大海 更接近海洋 更接近水域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 這樣的一個多元性的活動 把水域的安全降落到最低 讓大家在歡樂愉快的環境中 享受大海 台灣四面環海與海洋密不可分 透過去味的龍舟板競賽 讓學生愛上海洋 同時也學會水域安全的重要性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